第1444集 抓获雪韬阳 是谁 是他的弟弟 雪韬阳 这个男人一口说了出来 警方立即询问下去 他是用了什么方式 让你办事的 他给了我五百万 让我解决掉他们 说他们爱着他的事情了 就这样 我缺勤就接了这会儿 警方这边也在第一时间 通知到了许新月 让他下午到警局一趟做笔录 坐在大队长的办公室里 许新月听到了一个 让他痛心愤怒的消息 原来当年要养父母性命的人 竟然是父亲的弟弟许韬阳 为什么亲手足 都可以下这样的狠手 许新月直接崩溃了 身后一道结实的手臂 揽住了他 此刻顾承销 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因为这件事情太令人震怒了 手足相残 为了区区利益 亲手杀掉自己的凶色 这种行为简直枉为人 确定是他吗 确定是他杀的吗 是你叔叔雇佣了 杨智杀人行凶 他是最大的乳谋和策划者 杨智只是照命令行事 许新月的眼泪 在眼眶里滚下来 这么大的冤屈隐藏了十几年 而他失去了他们也十几年了 他此刻愤怒的恨不得亲手杀了许韬阳这个魔鬼 他怎么可以下得去手 许小姐 你虽然是领养的 在法律上 你也是他们的女儿 现在由你来提起起诉 我们帮你将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 许新月当然要还他们一个公道 一个真相 他要亲眼看见杀人行凶的人付出代价 许家 许韬阳突然从公司里回来 他今天突然有些坐卧不安起来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到底还是他做了太多的亏心事 令他每每想起这些事情都会觉得身处深坑边上 随时会丢下去没命 老公 你怎么了 许静雅正享受着水果 看着老公坐在沙发上漠然不语 他腻了一眼过来 烦着呢 许韬阳哼了一句 烦什么呢 许静雅关心地问一句 我大哥那件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 倒也不是良心不安 只是许心悦这个丫头 现在回到了裴家 她背后的势力太大 我怕她会突然找我麻烦 是啊 连顾承销都成了她的男人 这下她真是全大势大了 许静雅突然觉得手里的水果不香了 想起来就是满肚子的气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庸人的声音 你们找谁啊 我们老爷不在家 可即便庸人拦着 外面的脚步声还是快速传来 来的并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穿着制服的人 也是许韬阳内心最害怕见到的人 你们 你们有什么事情啊 许韬阳壮着胆子问 许韬阳先生 你涉嫌一起买凶善人事件 请跟我们走一趟 为首的男人道 许韬阳 瞬间身形不稳 脸色闪过惊恐 许静雅立刻 颇腹般地出声道 你们凭什么冤枉我老公 你们有什么证据 我老公是正当商人 没干什么犯法的事情 我们手里有证据 证明你杀害了你的凶死二人 现在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这下 许静雅的脸色也直接惨白无色 果然怕什么就来什么 怎么可能 当年那件事情 怎么会被发现 我没有杀人 我行得端坐的正 我怕什么 许韬阳故意潇洒一笑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抓起桌上的车钥匙 就想要逃跑 一旁的警员早就盯着他的行动 在他拿车钥匙那一瞬间 许韬阳就被冲上来的两个人 按压在地上 许静雅吓得发出了尖叫声 伸手就过来拍打警员 你们放开我老公 放开 再敢弄手就告你刺警了 旁边的警员警告出声 许静雅就这么严征征的 看着自己的老公被抓走了 他心慌的发颤 他赶紧拿起手机 拨通了自己女儿的号码 喂 妈 怎么了 那段的许安安也很烦躁 安安 你爸 你爸被警方抓走了 说他杀了人 许静雅哭着说道 什么 我爸被抓走了 他杀了什么人啊 许安安吃惊地问 许静雅当然知道自己老公干了什么 可他自然不会承认的 他气呼呼道 警方一定抓错人了 你现在快回来 我们一起去警局一趟 可是许安安上次也听到了 此刻他当然担心 父亲杀了许静雅父母的事情曝光的 警局 许静雅正做完了所有的笔录 这令他想到了养父母的样子 那样鲜活地在他的脑海里 即便他们离开很久了 这时 获得了一个好消息 许涛阳被抓住了 十几分钟之后 警局外面风风火火地走进了一对母子 正好与刚出来的许新月撞个正着 黎静雅一看许新月 瞬间明白了 一定是许新月在作怪 他怒骂道 你这个小贱人 你把我老公弄到哪里去了 快交出来 许安安也一眼看见了他和顾承潇 他眼神里对顾承潇的爱慕还很强烈 他多希望这个时候 顾承潇能站出来帮帮他们 顾承潇的目光冷冷地盯着这对母女 你父亲该死 许安安的脸色一变 瞪向许新月 许新月 别以为你有权有势了 就可以对我家怎么样 我爸他没有杀人 即便父亲真杀了人 这么多年了 他相信警方也找不到什么证据 所以许安安才如此嚣张地说这句话 许新月红着眼眶 目光冷冷地看着他们母女 你们最好准备后事吧 我不把许涛阳告到家破神房 我绝对不罢休 这句话令许静雅的心脏一颤 许安安更是气坏了 许新月 你还想干什么 你以后就知道了 许新月扫过许安安 他们曾经所做过的一切 他都会还给他们 只要在不犯法的界限里 他可以让许安安母女一无所有 让许涛阳用父母鲜血换来的好日子 都一一收走 他要让他们过过他以前的生活 一点也不过分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许新月这句话 许静雅母都心意凉 感觉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 新月 我们走 顾承销牵起许新月离开 不想和这对母女久待 许新月 你给我站住 许静雅伸手就想去扯她 可这时被一只手用力拍开 顾承销扭头警告的 不许碰他 许静雅被这一拍差点要摔倒 许安安伸手扶住了母亲 气恼道 顾承销 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你不能这么对我们 顾承销的寒谋一色 新月父母这件事情 我不会放过你们 许安安的心掉进了冰窖子 他亲眼看见顾承销爱许新月入骨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继续 各位亲爱的听友们 大家好 我是墨叶 总裁爹地惹不起这本书呢 目前我们已经追上了 作者的更新进度 作者尚宽饶 在掌阅文学上面更新到的最新文稿是 1484章 抓获许涛阳 然后在我们喜马拉雅这边 有声制作版的更新进度 应该是更新到1444级 那么在上周呢 我们刚刚才拿到小编 给我们的最新文稿 所以最近这两天 我们的更新进度 也将会更新到1444级 也就对应了 作者尚宽饶 在掌阅文学的最新 第1484章的更新进度 那么为了不影响 主播在后台的一个信誉度呢 所以我们在更新完了 第1444级之后 就会对总裁爹地惹不起 这本专辑暂时设置为更新完结 等待作者尚宽饶的最新稿件进度 但是据我们观察了解 作者尚宽饶 最近的这本专辑 一直都是处于断更状态 具体什么时候能更新呢 那就得看作者的写作进度了 在这里呢 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了 当然你也可以关注 《摩页有声》的其他专辑 比如说像 《挫假提婚总裁》 《龙飞凤舞》 以及《我家老婆来自一千年前》等等 同时我们也会在十月底 上新一本新的免费专辑 《蒙蒙暖期》 男神老公强势爱 更多的好作品 欢迎关注《墨页有声》 也欢迎大家每晚八点三十分 到《墨页有声》的直播间 来跟我一起畅聊 有关《有声》专辑的故事 从警局出来 许新月一直处于悲痛之中 掩盖了这么多年的真相 已经对死去的养父母 非常的不公平了 他也庆幸自己有了依靠 不然就算他发现了这件事情 恐怕也无力对抗许家一家人 别担心 这件事情一定会彻查到底的 我不会让你父母摸受冤屈 这些年的债 不会让许涛阳拿命来还 顾承销拍着他的肩膀 将他揽入怀中安慰 许新月闭上眼睛 眼泪止不住从眼眶里落下来 警局 许涛阳一脸淡定地坐着 他虽然被抓了 可他知道当年那件事情 处理得很干净 他完全可以推脱掉 就算他会背上责任 那也只是他不小心口误 才会导致那个司机 想要钱而故意去杀人 从他这里领钱 许涛阳一口咬定 没有杀人之心 并且还好好的 演了一次苦情戏 说他和大哥大嫂的感情多么好 他这些年有多么痛心难过 警方虽然知道他在演戏 但想要对他问话 就显得很困难了 同样的 那位司机也一直在推脱自己的责任 他一直说是许涛阳指使他干的 可他却拿不出更多的证据来 就这么僵持了几天 审讯却没有什么结果 许新月深植 许涛阳这种老狐狸 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然而 许涛阳最自豪的 自然就是他手中的公司 熟料此刻正有一批谈判专家 开始贡献他手里的股东 那些股东都是许涛阳最亲近之人 他们掌握着许涛阳许多的秘密 那些秘密也是非常惊人的 而在巨大财富 以及神秘势力的拉拢之下 这些股东也深知 许氏集团要迎来灭顶之灾了 许涛阳身陷牢狱 公司难以维持 他们都想在灾难到来之前抽身离开 原本就是建立在利益之下的关系 一击即破 李静雅和许安安母女 平常不管老公的公司 一时间手忙脚乱 听说股东们个个都想要出资逃离 李静雅还去求了几位相熟的股东 那些人都没有理他 妈 爸的公司要完了 这些股东个个 请律师脱身了 扔下了一堆的坏账和烂账 在父亲的手里 公司已经是负债的状态了 许安安请了一个高级管理 在勉强查看父亲的公司 没想到 得到的结果 是令他们绝望的 那可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背着巨额债务 来度过下半辈子吗 李静雅恐惧得脸色发白 他享受了半辈子的父太太生活 如果没有了钱 他就像是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他根本失去了生存能力 他这辈子只学会了一样本事 那就是使唤别人 要是被别人使唤 他不如去死 妈 我们下午去见见吧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许安安也是束手无策 他现在名声也没有了 娱乐圈这一块也混不下去了 还想着靠父亲的公司挽回形象 这下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李静雅赶往公司之际 他接到了银行的电话 有笔接近一亿的贷款到期了 利息多达八百万 请他这个月底要交亲 接完电话的李静雅 直接两眼一翻 差点晕过去了 八百万 他哪来的八百万 公司的账目上 各个股东都提前撤资 没有老工作证 公司的账目就像是无人管控 那些股东们个个不讲情面 把钱分得也差不多了 警局 许涛阳双手双脚被靠着走出来 他仿佛也遇见到了公司的近况 他也是熬得两眼通红 筋疲力尽 老公公司要完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些股东都个个走人了 根本不管你的公司 是顾承销在背后搞的鬼 他买通了我所有的股东撤资 目的就是要弄垮我的公司 有顾家赔家在 我的公司根本保不住 许涛阳咬牙道 那可怎么办 刚刚我还接到银行催利息的电话 八百万啊 我哪里拿得出来啊 别理他 公司最坏也是破产清算 你们赶紧转移财产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许涛阳小声道 李静雅看着老公 也意识到这辈子老公是出不来了 顾承销和裴家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就算老公不被起诉杀人罪 公司那些烂账也会缠住他 他的眼泪立即滚出来 老公 就在这时 李静雅的身后 两名警员走过来 李静雅 你被捕了 我没有理由怀疑 你火通你的丈夫 隐瞒杀人行为 现在正式逮捕你 李静雅的脸色一白 他也要被抓 你们乱抓人干什么 我又没有犯事 你们不能这样抓我 放开我们 许安安也过来帮忙 却被一个警员 按倒在旁边的地上 别妨碍我们的工作 许涛阳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老婆被抓 女儿被按住 他知道他的家庭完了 顾承销连他的妻女 都不会放过的 安安 你快走 别管我们了 许涛阳朝女儿道 李静雅惊恐地看着老公 他竟然也成为了牢中之人 爸 妈 许安安终于明白什么叫绝望了 看着爸妈同时被立案调查 她却无能为力 许安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的双手被靠上 李静雅害怕极了 她朝女儿道 安安 快去替妈妈请一个好律师 妈妈不想坐牢 许安安赶紧离开了 可出来她才发现 她根本没有钱请什么律师 她想到了家里的保险柜 赶紧往家里开车去 可就在她到家之际 就看见她家来了很多的警车 银行的车 保险车 都停满了她家的门口 而在她家旁边 有两个人正贴着封条 你们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封我家 许安安冲过去想拉开他们 小姐 别妨碍我们办事 这是我家 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许安安气红了眼眶道 小姐 你父亲欠银行高额利息 我们有权利这么做 并且你父母名下所有存款 都将冻结 什么 许安安后退一步 她还是迟了一步 她连一分钱 还没有转移 就没有机会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继续 第1446集 许安安发疯 许安安几次想要冲进家里去 却都被拦下来了 现在她家别墅被银行查封 她已经没有权利 动里面任何东西 许安安当然不甘心 她知道母亲的手里 还有好几套价值几百万的珠宝呢 她想要夺回来 你们放我进去 放我进去 我要拿我的护照 许安安故意说谎道 旁边的一个经理 见她这样拿护照 便荣情让她进去 并且派了人跟着她 许安安一路上来自己的房间 假装找了一番之后 她忙到 在我妈的房间里 两个工作人员 也是紧紧地盯着她 许安安一路跑到母亲的房间 她从来没有如此狼狈过 她以前做明星的时候 那是几个助理事后在策的 可现在 她名声没有了 父母亲也进去了 她什么也没有了 当她站在母亲的首饰盒的旁边 偷偷地想要拿走一枚钻戒时 工作人员立即眼尖地发现了 许小姐 请你放下 这已经不属于你的东西了 这是我妈的 为什么不属于我的 你们要房子 要什么东西 这些都是我妈的 许安安立即抱起了母亲的珠宝盒 就打算出门 工作人员一路跟着她 立即将这件事情汇报给经理 经理立即派了两名执法人员过来 拦住了许安安的去路 许小姐 请你放下你手中的盒子 你现在没有权利 动用任何物品 你们都是强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想要偷偷地 拿我爸妈的私人物品 我要告你们 许安安立即把罪名安了过去 我们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些都是你父亲将要抵债的物品 请放下 我不要 许安安说完就想逃 最后还是被两个警员给按压在地上 正好旁边有几个媒体记者 正在采访和拍摄 看见了许安安 立即把镜头转过来 拍摄着许安安披头散发地 抢东西的画面 她毫无形象可言了 最终 许安安什么也没有抢走 反而在媒体面前露了一把脸 刻画了她死皮赖脸的 老赖之女的形象 许安安还对记者破口大骂 最后 她准备回自己的车时 才发现她的车上也贴着封条 喂 这是我的车 你们干什么 许安安大叫一句 许小姐 不好意思 这辆车是挂在你父亲名下的 现在已经不属于你 我们要收回 许安安的脸色一变 这可是一百万的奔驰 她现在仅有的一辆车了 当初买的时候 父亲的公司带买的 上户在父亲名下 没想到现在车子也被收回了 许安安的眼底充满了恨意愤怒 这一切都是许新月害的 都是许新月让她成了这副样子 让她有家不能回 父母一起坐牢 而她一无所有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她拿起一看 是自己以前的经纪人 她不由 还是想抓住她 走到一旁轻泥地叫着 梅姐 您找我吗 安安啊 你看新闻了吗 新闻上那个 真的是你吗 你爸的公司破产了 你父母都坐牢了吗 什么 你从哪里得知的 没有这回事啊 许安安盲否认 新闻上不是报道出来了吗 梅姐 你手里还有适合我的角色吗 我现在什么都能演 你让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 请你给我个机会吧 许安安急切地恳求道 安安 现在我们全忙都在封杀劣质一人 你父母这案子不太好搞 可能以后你都混不上这饭吃了 你还是另谋出路吧 说完 那端就挂了 梅姐 梅姐 许安安急地叫了几声 那端传来了嘟嘟声 许安安立即打开网络 她竟然上了热搜榜 她一直向往着能上这个榜一的 现在她就待在榜一 只是标题却是讽刺的一句话 一人许安安大闹银行贴封现场 疑似神经不正常 有关部门正联系精神病医院 而下面连带着好几条都是她的 刚才和她通话的梅姐 还利用她这一波热度 把她手里的一个新艺人蹭了上来 各种采压她以前的成绩 以衬托这位新艺人的美丽和才华 许安安整个人都要疯了 她感到头都炸裂了 她的人生就这么完了 她就像个疯子似的 而这时好几个狗仔队赶到现场 想要继续追踪这件事情 博眼求潮热度 就正好看见待在车旁边的许安安 拿着话筒就过来了 许安安 请问你父母是杀人犯吗 他们杀了什么人 许安安 你有精神病史吗 你可以要吗 滚开 滚开 你们都给我滚开 许安安疯一般的感人 还伸手拿起一个记者的话筒 就摔在地上 简直就像是一只疯狗似的咬人 记者们要得到的就是她这样的状态 拍得更起劲了 此刻正在电脑面前的许新月 当然也看见了新闻上的实时热框 看到镜头前的许安安 看着她家的现状 许新月毫不心软 她请了最厉害的律师 替养父母奔走讨回公道 她一定会让许桃阳付出惨重代价的 这时顾承骁的电话打进来 她伸手接起 喂 晚上我会早点回来 我让小木去我妈家了 今晚我陪你 许新月也知道 现在她的情绪状态不好 也生怕会感染到儿子 她点点头道 好 许安安的实况继续在跟踪报道 很多的媒体记者都不放过她 六点左右顾承骁回来了 看着坐在沙发上抱着膝盖 不知道在想什么的女孩 她的心磨得一疼 她立即坐过来 把她拦在怀里 怎么不开灯啊 许新月眨了眨眼 才发现屋里很昏暗了 她依在她的怀里 闭上眼睛 雪家被查封了 学士集团也不复存在了 是你做的吗 这是我为你做的 顾承骁低下头 在她的额头上吻了一下 也是她没应得的报应 谢谢您 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 顾承骁说完 拉起了她 我带你去外面 吃点东西 散散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收藏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第1447集 为她愿做一切 餐厅里顾承骁看着几天之内就消瘦下去的许新月 她心底涌上心疼 养父母对她来说就是亲生父母一般的感情 所以她短短时间里 因为她们当年的死讯 而悲伤难过 情理之中 多吃点 这是您喜欢的 顾承骁替她的碗里夹着菜 许新月也不想让她担心 可是她实在是没有什么胃口 她轻轻咬了一口 看着窗外的灯火 她想到曾经养父母带她去一个游乐场 虽然那里并不是很大的地方 可是 却是她记忆里最开心的一次回忆 她突然很想过去一趟 一会儿陪我去一个地方好吗 去哪儿 我爸妈曾经带我去一座游乐场 我现在突然很想过去看看 她还在不在 那里有我最快乐的回忆 好 吃完饭 我带你去 顾承骁点点头 吃完饭 顾承骁导航到那个地方 便带她出发了 在夜色之下 这个游乐场已经关门很久了 仅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在里面亮着 许新月的心底 也生出了几分凄凉的感觉 她伸手去推了一下 那扇有些破旧的门 是锁着的 想要进去看看吗 顾承骁朝她问道 许新月当然想进去看看 因为那份回忆太强了 她很想再去看看她小时候 在父母带领去玩的地方 她回头看她 可以进去吗 当然可以 跟我来 顾承骁伸手牵起她 沿着这一片 阻挡的围墙走过去 果然看见一个 有些缺口的地方 应该有很多小孩子 溜进去玩过 所以这里的管理 是非常松散的 你在这里收拾我一下 我先上去 再让你上来 顾承骁朝她道 许新月原本只是来找找儿时记忆的 可没想到竟然变成了一个探险活动了 而且为了满足她这个想法 这个男人也不顾面子地准备爬墙了 承骁 你小心点 许新月在旁边小声道 放心吧 这点强 还难不倒我 男人说完 结实的手臂一撑一跃 整个人非常灵敏地站在了墙面上 面对着一米五左右的墙体 这个男人轻松上去了 把手给我 顾承骁朝她伸出手 许新月伸手就握住了她的手 然后她一只脚踩出了墙面 只敢一股强大的力量一拉一揽 她就上来了 顾承骁先是往下一跳 稳稳落地之后 转身就朝她伸手 许新月就像一个孩子一般被她抱着 整个人搂着她的脖子 腿还圈住她的腰 先别下来 我带你去有亮光的地方 顾承骁还非常体贴地 就由着这个姿势 把她带到了路灯之下 许新月一颗心 仿佛回到了小时候那般雀跃起来 她从男人的身上跳下来 抬头看着那些光线里斑驳的设施 仿佛也透着年纪般 充满了一种古旧的气息 这个游乐场肯定倒闭很久了 而且这里位置比较偏 一直没有人过来这里开发 所以还保留着 许新月叹了一口气 不过还好 至少她还能找到儿时的回忆 她看见那里的木马 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时候 父母在旁边笑着 而她在木马上开心地转啊转 挥着小手 激动地喊着爸爸妈妈 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的很快乐 虽然她是被他们领养回来的孩子 可他们一直把她当亲生的一般对待 给了她一个非常快乐无忧的童年生活 这片地方倒是很不错 顾承销说到底是商人本性 刚才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她发现这里离主城区并不算太远 而且很有开发的前置 许新月不由扑斥一声笑起来 你该不会又看上这里的地皮了吧 说过你想的话 我可以让这个游乐场重新开起来 不为别的 就为了让你再一次体验 小时候的快乐 顾承销深情地朝她道 不用了 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我不想再让你做更多了 你是我的妻子 为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值得的 顾承销牵起她的手 放在薄唇上亲了一下 对我来说 我做的远远不够多 你为我生下小木 就是一件事情 就让我这辈子欠你恩情了 许新月也有些做梦一般 当年她生下的是她的儿子 而且还是他们两个人的基因 结合出来的孩子 命运一直在捉迷藏 可结果却是完美的 许新月在游乐场里走了一圈 回味着小时候的快乐 虽然这里四下无声 有些恐怖气息 可是有了这个男人在身边 她倒是什么也不惧怕了 快九点了 二人才离开 许新月的心情也快乐了不少 顾承销今晚为她做的事情 令她感动至极 这个男人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高高在上 不失烟火的样子 而现在 好像被她带偏了似的 这个男人开始变得 烟火味十足了 许安安回到她的住宅 失去了父母亲的她 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 她现在一无所有 而她之前的存款 也全部都赔在广告违约金上了 现在公司那边扣着她很多钱不给她 因为她之前约下的广告商 也有很多地方需要赔钱 许安安早就成为穷光蛋 并且还可能负债 就在这时 许安安看见了新闻上的自己 整个人喝着闷酒 可笑地看着自己的下场 曾经那个被她踩在脚底下的许新月 却成了人生赢家 她不但得到了顾承销 也换了一个新身份 陪侍集团的公主 未来的顾太太 就连她曾经以为是她的孩子 也突然变成了许新月的 这真是命运给她开了一场 最可笑的玩笑 许安安知道 在这座城市里 甚至这个国家里 都没有她的立足之地了 她走到哪里 都只会受到嘲笑 许安安收拾了行李 决定出国躲一阵子 她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低调的生活 机场里 许安安戴着口罩和帽子走过 就在这时 她看见一个名气 远不如她的女星 正被一堆人追捧着 这令她想到了 她曾经的辉煌时光 可那个时光 一去不复返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1448集 婚期已到 许安安过安检的时候 突然被拦了下来 许小姐 不好意思 你现在限制处境 请你回去 为什么 我又没有犯事 许安安气得脸色发红 我们只是收到这个通知 请回吧 许安安有些气愤地 提起行李箱出来 她心想着 是不是和父母的原因 才限制了她 看来父母出事 她连走的资格都没有了 这令她不由恨极了许新月 她真是往死里 整她一家人了 来到旁边的咖啡厅 坐下来打算看看头条新闻 突然一个消息映入她的眼帘 顾家大少爷 婚期宣布 而下面还有几条 裴家小姐的信息 许安安不由伸手点开 不正是许新月吗 照片上的许新月 宛如公主一般 出现在高级场合里 她的每一个照片 都不需要精修 因为她本身 就拥有这样的气质和美貌 这令许安安内心 嫉妒地发狂 在她最落魄的时候 却是许新月最幸福的时光 她不但拥有儿子 还要嫁给顾承销 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 大小姐身份 为什么这些好处 都让她占尽了 许安安骂着上天不公 那不是许安安吗 怎么这么老了 看着和我们一样啊 没什么漂亮吗 旁边几个网红 正在讨论着她 是啊 我当初就不觉得她漂亮 一脸老笑 许安安真是气急了 她曾经也是女神级别的人 现在却沦落到 遭几个网红女 在这里扁来扁去 你们给我闭嘴 轮不到你们说我 许安安还以为自己是大小姐 出口就是一副 我得罪不起的姿态 你以为你是谁啊 让我们闭嘴 你哪来的脸啊 是啊 许安安 你出门吃药了吗 还是要我跟你联系精神病医院呢 另一个女孩尖酸倒 引得其他几个女孩不由哈哈笑起来 你们 我要起诉你们 起诉我们可是得花钱了呢 许安安 你有钱吗 听说你现在那些广告合约赔光你的家产 你最好啊 还是留点钱给你自己用吧 许安安还真是拿这群女孩没办法 反而一直在丢脸 许安安只得提起包和行李箱离开 听着那些嘲笑声 她握紧了拳头 却无可奈何 顾宅 一场巨大的婚礼已经筹备到结尾了 终于宣布定下了日子 而媒体方面也宣扬了出去 陪家也是很久没有喜事了 这次嫁女儿是他们最开心的事情 虽然儿子还没有娶 却把女儿嫁出去了 可对方的桥见 那是百年也难得一遇啊 而且他们还突然有了一个大外孙 那可真是乐不可知了 现在的顾乙木小朋友 也是开心的 这边住几天 那边住几天 无论在哪里 她都是最受欢迎的 可她更希望 爹地和妈咪赶紧结婚 然后再给她生一个妹妹作伴呢 陪宅 许新月在等着她的婚期到来 她不由打算下楼和父母亲聊聊天 就听见母亲在说话 这次我让李家和王家的女儿都过来参加婚礼了 然后让我们陈浩看看能不能看上哪一位 毕竟妹妹嫁人 她三十了 也该好好找个妻子了 许新月不由无嘴偷笑 看来接下来大哥就是家里重点关照的对象了 想想大哥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要是知道在她的婚礼上 还有她的相亲 她不知道什么表情 许新月下午约了黎嫣出来逛街 黎嫣可羡慕她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而且身为伴娘的她 自然也要试试碗礼服了 伴郎是你哥吗 黎嫣好奇一问 不是 是莫泽阳 啊老天 为什么是她呀 黎嫣一脸苦瓜脸 她真不想和她一起 什么为什么呀 她是承霄的好兄弟 肯定是她呀 嫣嫣 你怕她呀 谁说怕她 我只是和她有旧仇 我怕和她八字不合 黎嫣教导 但这件事她也做不得住 自从上次 在她妈杂志公司相遇之后 她和她 倒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试完了伴娘的晚礼服 黎嫣选了一件烟灰色的纱裙 又鲜又飘逸 许新月的婚纱是定制的 价值千万 上面的每一颗钻石都是真的 在灯光下 大气婉约 奢华迷人 就在这时 许新月的手机响了 她伸手接起 喂 承霄 晚上我订了餐厅 你带着黎嫣一起过来 正好 我和泽杨在一起 许新月一听 不由觉得 有热闹可看了 她硬道 好啊 我们一定到 挂了电话 许新月 她和黎嫣从婚纱店里出来 去市中心一家空中餐厅 一路电梯直升到了顶层 顿时形成了一片惊艳的空中视野 夜空也仿佛就在头顶 那份空旷的感觉令人心旷神疑 黎嫣挽着许新月的手臂 走进一间包厢里 正当她猜测着对方是谁时 直接撞上一双 深邃骄傲的眼神 不是默泽杨又是谁呢 默泽杨最近在国外拍戏 加上她原本走的就是国际路线 而且手握几个顶级品牌的全球代言 她倒是忙得不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收藏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第1449集 黎嫣的新老板 双方坐下之后 顾承销不由介绍到 木泽 黎嫣 新月的好姐妹 你们见过的 何止见过 我们两家还是世交的关系 木泽杨说完 一双迷人的眸光盯过来 黎嫣小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大明星 黎嫣也非常自然打招呼 想一想 自从上次撞车那顿饭之后 他们也有小半年没见了 他是在国外拍戏 他则去了山村做一个栏目 干吃叫了半年 所以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 黎嫣小姐 听说你去干支教了 莫泽杨打量着 他那张健康的小脸蛋 竟然比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更具美感 黎嫣微挑眉道 为了工作 这点不算什么 燕燕的工作非常棒 许新月赞美了一句 我妈也在夸她 说她一个人把整个栏目 给做成功了 莫泽杨回国之后 没有少听母亲提起她 说她如何勇敢 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硬是待了半年 连她的父母亲都阻止不了 但这个栏目一经问世 就惹来整个社会的关注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黎嫣的脑海里 闪过那些山村里 阳光灿烂的小脸蛋 她笑道 真希望还有机会 去那些小山村里走走 那里非常美 说完 黎嫣看向了顾承霄 我们杂志社 和你公司的慈善公司联系上了 他们非常愿意资助这一块 谢谢你 顾总 能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顾承霄很愿意 支持她的事业 莫泽杨一直没有说话 可她的目光 却在黎嫣那双 晶亮的目光里 看得微微入了神 好像上次见面之后 这个女孩更不一样了 上次见面 她还有一些娇蛮小姐病 又任性又难相处 可今天她浑身流露出光芒 非常吸引她 莫少 那这次就麻烦你和燕燕 做我们的伴郎伴娘了 干杯 许新月举杯道 四个人碰了碰杯 许新月看着身边的好姐妹 再看对面的莫泽杨 她的内心里 是涌上一层期待的 如果以后 他们四个人 能成为两个家庭 常聚在这样的时光里 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而且 黎嫣的年纪 也该到了试驾了 泽杨 这次回国 就不打算出去了吧 我爸妈一直不喜欢 我在抛头露面 所以我决定回家 继续家意 出去了 莫泽杨 也已经厌倦了 名利场的那些地方 她年纪轻轻 就已经拥有了巨大成就 上个月才刚刚被评为 世界第一百张最美男性面孔 而且财务值也轻松拿下了 一人圈里的第六名 这已经是很多人达不到的水平了 黎嫣有些惊讶地看着她 你决定退圈呢 你还这么年轻就退出来了 太可惜了 莫泽杨勾唇一笑 可惜什么 你应该再拿几个营地奖才是啊 黎嫣觉得她二十九岁就退圈 有些早了 莫泽杨却不以为然 我想要不一样的生活 黎嫣小姐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顶头上司了 黎嫣不由呛了一口茶水 有些拒绝地看着她 莫少爷 你还是去演戏吧 她才不想要这么难搞的上司 她宁愿还是她妈来做老板 不好意思 我已经接手了 明天开始 我就会在公司上班了 莫泽杨宣布道 黎嫣不由苦下了一张脸 叹了一口气 那请莫少爷手下留情 合作愉快 莫泽杨伸手过来 黎嫣挣了一下 伸手与她的握了握 顾承骁和许新月的目光相视一笑 他们好像嗅到了一些东西呢 一顿饭之后 顾承骁和许新月一起离开 莫泽杨竟然没有开车 只能让黎嫣送了 黎嫣目送顾承骁和许新月的车离开 她扭头朝莫泽杨道 不好意思啊 我不顺路 你还是打车吧 莫泽杨错愕地看着她 却语气坚定道 那就麻烦绕一下路 我今天累了 不想开太远的车 莫少爷的车费 我付怎么样 黎嫣还是不想送她 马上这个男人就是她的老板了 她可不想让她觉得 她事事都好说话 不然 以后跑腿干活的事情 就有的她做了 黎嫣小姐 为了我们今后能够愉快合作 我提醒你 你最好还是送我一程 得罪老板可不是一件明智之举 莫泽杨微调眉宇 那张帅气的脸上全是得意 黎嫣可不是吃素的 好员工难得一求 我这种每个月都拿奖金的员工跳槽的话 不会没有人要的 莫泽杨的得意几秒就消失了 他可不能刚上任 就把母亲最爱的员工给逼走了 黎嫣已经招手 拦来了一辆滴室 打开车门 朝某个男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莫总 走好 莫泽杨有些无奈地坐了进去 落下车窗盯着他 眼神里诉说着 我记住你了的压迫感 黎嫣却笑得如花一般甜 朝朝守道 再见 第二天一早 黎嫣堵车迟到了 等他来到办公室时 就看见他的独立办公室椅子上 早已坐着一个男人 不是莫泽杨又是谁 莫泽杨小姐 你知道了 男人一双星眸钉过来 路车没办法 莫总第一天上班就抓迟到 还真是尽心尽责 黎嫣说完 把外套放他的椅背上一放 莫总 麻烦让一让 在公司里 不许提我们两家的死人关系 最好保持距离 莫泽杨突然出声 黎嫣扑吃一声被逗笑了 莫总 你想太多了 我这个人工作从来不走后门 不找关系的 我都是靠实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继续 第1450集 有求于她 莫泽杨只得站起身 就在这时 黎嫣的门外 几个女职员偷看着 发出了惊叹声 天哪 好帅哦 可她为什么一来 就进了黎嫣姐的办公室 难道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黎嫣轻咳一声 朝门外偷看的女职员道 嗯 我和莫泽杨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不要乱八卦 这其中 就有她的助理李甜甜 黎嫣把她叫进来 甜甜 进来 黎嫣姐 李甜甜笑着走进来 笑得格外甜 长得也漂亮 给我准备一份开会资料 李甜甜的目光 有些羞涩的 落在旁边莫泽杨的身上 竟然没听清楚黎嫣的话 黎嫣不由顺着助理的目光 看着沙发上那个宛如 完美雕塑一般的男人 她不由再度咳了一句 甜甜 你看够了吗 我让你准备资料 不是让你进来看老板的 哦 好的好的 李甜甜的脸羞红了 赶紧出去了 莫泽杨仿佛对于女人这种行为 司空见惯 毕竟她是明星出身 自身条件 优越至极 没一会儿 李甜拿着资料朝沙发上的男人道 莫总 快开会了 莫泽杨第一天上班 还真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起身陪着他一起走向了会议室 整个古迪杂志的高层和骨干人员都到了 古迪杂志是国内第一知名杂志 走在时尚最前沿 拥有超高人气 李甜此刻坐在最尾端 因为他是古迪里开创了一个即时版面的人 现实派 所以在古迪这样的大型杂志里 他这个专栏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最赚钱的还是时尚这一块 莫泽杨坐在首位 听着手下汇报着上个月的销售业绩 以及又将推出的新杂志 莫泽杨却是兴趣不高 他的目光一眼就望到后座的李嫣 李嫣正在写着什么 好了 接下来请黎嫣小姐 说说你的想法 莫泽杨直接点名 李嫣不由抬起头 看着前面那一排时尚杂志主编们 他轻咳了一声 我这边没什么好说的 莫总 你也许不清楚 黎嫣负责的板块 只是我们杂志里 最不起眼的一个专栏了 有一个年轻的女主编 不以为然道 李嫣也知道 她是业绩最好的主编 林宝如 也是谷地里非常傲气的人 林主编 虽然我的专栏很不起眼 但也请你尊重好吗 李嫣直接对上她 李嫣 我们现在正在商量着 要不要取缔你这个板块 毕竟我们古地 是时尚的代名词 无适合你干现实新闻这一套 不如你离开我们公司 去专门的杂志社上班吧 林宝如一边玩着新作的美甲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李嫣立即惊地站起身 不行 我们杂志除了宣扬时尚 也需要正能量 我觉得 这和我们杂志社的创办理念 没有冲突 莫总 你说呢 李嫣突然把目光 看向了莫泽阳 希望他帮他说一句话 莫泽阳的目光深邃地 看着他好几秒 突然看向了林宝如 我同意林主编的话 李嫣 你可以放弃即时板块 投身时尚这一块如何 莫泽阳你 李嫣差点就要问候他了 还好即时住了嘴 其他的人都惊讶地看过来 李嫣竟然敢当场直呼 莫总的名字 他家里有矿啊 李嫣深呼吸一口气 现在整个时尚板块的编辑 都在排斥他 因为李嫣不但创办得很成功 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也非常不错 所以他们极度也是成事 他坐下来不再开口 其他的时尚主编相视一眼 都有一种联手的感觉 莫泽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再看看其他主编 个个都是妆容精致 衣着滑贵 而李嫣一件白衬衫 配上牛仔裤 更是淡妆素颜 显得格格不入 李嫣一直等着会议结束 看着莫泽阳回办公室 他第一时间 跟着他进了他的办公室 莫泽阳刚转身 就看见目光炯炯 看着他的女孩 有事 别取笑我的专栏 李嫣的目光 透着一丝恳求 给我个理由 你不知道 那些山村里的孩子 又多需要我们的帮助 他们需要这个平台 李嫣急怯道 可我开的是公司 不是慈善机构 莫泽阳目光微沉 李嫣一夜了一下 这个男人就这么无情吗 莫泽阳 那要怎么样 你才不取笑这个专栏 李嫣的确想求他了 莫泽阳看着他脸上的表情 是真的焦急 他刚才在会议上 也没有想要切断 他这个专栏的具体想法 只是觉得他昨晚不愿 送他回家 他要为难他一下才行 李嫣 我看你最近很闲呢 要不这样 你给我当一个月的助手 我再考虑保留你这个专栏 如何 莫泽阳勾唇一笑 倒是挺期待他做助理的感觉 李嫣立即错愕了几秒 这个男人有没有搞错 他是主编 凭什么要给他做助理工作 我的助理 李甜甜 人美嘴甜 送给你了 李嫣把自己那个一天到晚 只供美的助理打包送他了 莫泽阳的脸色 微微一沉 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我说的话 我要你做我的助理 考察你的工作能力 如果你不愿意也可以 把你的专栏迟早给我撤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收藏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第1451集 莫泽阳太可恶 李嫣美眸微睁 这个男人一上任 就要撤他经营了半年的专栏 这简直就是抹杀他的一切努力 助理是吧 行 我给你当一个月的助理 但 请你别撤我的专栏 李嫣只能妥协了 莫泽阳的唇角勾了一下 果然听话的女人更可爱 行 从现在开始 你的手机24小时不许关机 只要我打电话给你 你24小时必须到 事关我的任何事情 你不能去去 莫泽阳发现 这样做的感觉真有趣 看着李嫣那张脸 一点一点难看下去 她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 你想干什么 还想我给你陪睡暖床吗 我告诉你 我会告诉我爸 然后再通知你爸 然后 我们两大家族都会知道 你欺压我 李嫣也不是没有靠山的人 莫泽阳立即整了整西装 倾壳一声 你想陪睡我还不同意呢 你想这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生活助理该做的事 暖床 没这种好事 李嫣眨了眨眼 满意一笑 行 莫少有事就吩咐吧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能办到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最后两个满意 她说得咬牙切齿 莫泽阳还是挺开心的 这是她上班到现在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却不知道李嫣刚买出门 就咬她上大号梅纸 喝水呛水 李嫣坐在办公室里 撑着下巴一脸难受 从现在开始 她这个大主编 竟然要沦落给 莫泽阳当助理 真是大才小用 李嫣姐 你回来了 莫少开会的样子 帅不帅 李田田端着茶过来给她 李嫣抬头看着自家助理 立即来了一个想法 问她 天天 交给你一个任务 使出你浑身的劲 去勾引莫泽阳 把她骗上床 拍她的床照给我 我讲你一问 啊 有这种好事 李嫣姐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能把莫少拐上床 李田田一脸开心的问 她当然想啊 整个杂志社的人 都想这件事情 可问题是 莫少又不是机器人 难道喜欢她 就能被她看上吗 而且啊 听说莫少喜怒无常 很喜欢整人不说 情绪更是莫测 一不小心惹到她 还有被炒的风险 让我做她的生活助理 以后 我带上你 你的任务 就是把她勾引到手 然后 拍她的床照给我 会有用 李嫣到底是干了 几年记者的人 要是有那些照片 莫子洋等着 给她提前拿包吧 可恶 行啊 李嫣姐 你可一定要带上我 我一定会听你的话 李田田一脸开心 李嫣才刚刚写了几个 计划报表的字 内线就响了 她伸手接起 喂 给我打包一杯咖啡 莫子洋的声音传来 李嫣皱眉 这种小事情 你要别人去做吧 我现在忙着呢 第一天就敢不听话是吗 李嫣 你这可不算称职啊 行 什么咖啡 她让自家助理 去打包就行了 某个男人 指定了某家咖啡厅 李嫣便让李田田 跑一趟了 十分钟后 李田田打电话回来说 李嫣姐 一杯咖啡三百八十多 什么 莫泽阳这消费水平 也太高了吧 打包吧 我会让她报销的 很快李田田打包回来了 李嫣提到了 莫泽阳的办公室 把咖啡放下的同时 伸出了手 三百八十块 请支付 走公司涨单 没有现金 某个男人 优雅地享受着他的咖啡 那表情 那眼神 简直一出广告大片的即时感 这个男人天生适合在荧幕上耀眼 我有二维码 你扫一下 李嫣拿出手机 翻到二维码给男人 想赖赵 没门 莫泽阳不太开心地扫了他一下 然后他由于太漫不经心了 所以一不小心多按了三个零 直接付过去了 李嫣拿起一看 眼神直接瞪大了 笑得有些合不拢嘴了 谢谢莫少爷 这么大方啊 莫泽阳拿起手机一看 怎么就付了个三万八给他 主要回来 他扬眉道 不好意思啊 我信号不好 今天转不了 李嫣说完 拿起手机走人 李嫣 身后发出了男人一句嘀吼 李嫣拿着手机 笑哈哈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然后又仔细欣赏一下这笔转账 太开心了 李甜甜送了一份资料进来 便撑着下巴坐在一旁说话 李嫣姐 你知不知道主编林宝如在追莫少啊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机会了 莫泽阳不是那么好追的 李嫣一点不关心他的八卦 可是林宝如呀姐姐 她是我们办公室里最美的女人 而且她那么性感 那么狂野 那么漂亮 哪有我们的活路啊 李甜甜苦着一张脸 别在这里 让他人至亲灭自己威风好吗 李嫣才不是一个轻易言败的人 而且莫泽阳有人缠着她 她更开心啊 可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又响了 她伸手接起 喂 请我吃午餐 莫泽阳的声音传来 李嫣笑道 我中午吃外卖 要不要给你点一份 你让我吃外卖 李嫣小姐 你在开什么玩笑 莫泽阳可是高贵不凡的少爷 我能吃 你为什么不能吃 既然这样 那我给你定位子 你自己去吃吧 李嫣一脸不以为然 李嫣 你专栏那份撤档计划表 刚刚投递在我这 你说我该不该去 好好好 服了你 我请你吃饭 李嫣立即哄她开心 这份计划表就任我这了 你哪天让我不开心了 我就哪天亲自 莫泽阳威胁她 李嫣迫于无奈 只能中午陪莫泽阳 一起外出用餐了 当她在大门口 坐上莫泽阳那辆 炫酷的跑车时 正好被一个 时尚专栏的助理看见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1452集 有些心疼她 身处八卦中心的女孩们 那传播速度 绝对叫一个神速 立即她在一个小群里 发了一条信息 你们猜 我看见谁上了莫总的车 谁呀谁呀 不会是林宝如主编吧 谁能在莫总第一天上班 陪她吃饭啊 这个助理 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之后 她才来了一句 是现实专栏的李嫣 什么 怎么是她呢 她那个专栏 虽然关注度高 可是没赚一分钱 反而还一直让我们公司贴钱呢 是啊 真不知道 还留着她干什么 我们公司不养她这种闲人 难道 是因为莫总要撤掉她的专栏 她开始勾引莫总了 也有这个可能 她还是有点紫色的 说实在啊 上次她回来之后 皮肤就黑了一个多 哪有我们林主编的皮肤好啊 是啊 我觉得她每次上班 都不注重穿达 要知道 我们可是时尚杂志社啊 她这样 不是给我抹抹黑吗 她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主 谁也拿她没办法 这一群抱怨的助理群里 黎嫣被贬得一无是处 而黎嫣此刻正订好了一家餐厅 陪着莫泽阳坐在落地窗前 晒着午后的阳光 品着美味的牛排 喝着午茶 莫泽阳优雅地切了一小块牛排 送进她的口里 咀嚼得那叫一个斯文好看 反而黎嫣显得更加狂野 这令黎嫣立即有些汗颜 开始收敛了一下下 找回了淑女的那一套 听 看来你在我的公司里 不怎么受欢迎啊 莫泽阳感觉到 她总被人抱怨 不由怀疑 她平时在公司里 是怎么做事的 嗯 是啊 黎嫣也察觉到 她和这群人格格不入 在工作上 那些人更有优越感 而一直踩扁她 那你不想和他们 打好关系吗 莫泽阳再问 太累了 我每天哪有时间去讨好别人呢 黎嫣也有些无奈 别人不喜欢她 她也不能主动让他们喜欢 只能就这么将就着工作了 莫泽阳不又有些同情地看她一眼 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她应该很累 可看她浑身都是劲儿的样子 根本没有消磨掉她工作的热情 明天就是成宵的大婚 我们一起做伴郎伴娘了 莫泽阳挺期待的 黎嫣也很想做做伴娘的滋味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她伸手接起 喂 妈 什么晚上饭局啊 我不要去 黎嫣直接拒绝 因为母亲最近一直在为她相亲物色人选 她上次因为被骗过之后 只要这种饭局 她都不愿意去了 唉 嫣嫣 别任性 就见个老朋友 妈 你是不是有给我安排相亲了 我说过 我是不婚主义者 我是不打算结婚的 别忙活了 就这样 再见 黎嫣说完赶紧挂了电话 送了一口气 抬头就看见对面的莫泽阳 正盯着自己 她好奇地问道 你爸妈有没有逼你相亲过 莫泽阳想到最近半年里 母亲的确提过一次 但好像正好是对面的女孩 那一天她心情不好 直接拒绝了母亲 表示不会再和她见面 当然 这已经是半年前的想法了 莫泽阳发现 对面的女孩还是挺可爱的 没有 我的另一半 绝对不能从相亲中认识 如果无法达到灵魂的契合 结婚将毫无意义 莫泽阳表态道 黎嫣不由认同道 莫泽阳 你说得太对了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相亲多老土啊 而且 我也不喜欢和男人相亲认识 目的心太强了 就算不用灵魂的契合吧 也得三观相同 是吧 莫泽阳的亲谋 微微一瞇 这个女人竟然和她同样的想法 我吃饱了 下午我得跑一个慈善公司 不得先走了 老板慢吃 我去结账 李嫣说完 李嫣说完起身就去结账了 莫泽阳也没有什么胃口了 他跟着起身道 一起走 从餐厅里出来 李嫣朝莫泽阳道 那我打车走了 去哪儿 我送你 不用不用 我自己打车 李嫣摆摆手 他不喜欢麻烦别人 都是替我公司做事 送你又怎么样 上车 莫泽阳不喜欢被人拒绝 无奈 李嫣只能坐上他的车 把地址告诉了他 莫泽阳开车出发 到达慈善机构的门口 李嫣下了车 本以为莫泽阳就要离开 莫泽阳却坐在车里道 要多久 我等你 我不一定 你还是先走吧 说完 李嫣正好看见一个男人走过来 他忙跑过去 冲着此人微笑打招呼 黄经理 黄经理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 怎么又是你 你还有完没完啊 这个中年男人一看到他 就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我真的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你看能不能 李嫣试图说服他 可这个经理脾气有些大 他伸手就把李嫣给推开了 而这一推 李嫣直接坐到了地上 那个经理 只是扭头瞪他一眼就走了 李嫣刚想起身 就是一道结实的手臂 一边扶着他的肩膀 一边揽着他的腰 把他扶起来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求这个人 莫子杨立即询问出声 刚才那一幕令他很生气 李嫣拍拍手道 没事 就是请他们帮个忙 捐个款什么的 这种人有什么好求的 有什么需求跟我说就好 莫子杨真看不过眼了 这个女人被人这么嫌弃了 他还要坚持什么 李嫣抬头看着他 莫子杨说过 你的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再说 这只是我工作以外的任务 不麻烦公司 李嫣一脸不太服气道 这个黄经理 他也不给我面子了 等哪天 我找到他们老板谈一谈 莫子杨有些佩服地看着他 这个女人还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都受到这种对待了 还要坚持 好 我会想办法约这个老总出来 到时候我会带上你一起谈 莫子杨替他说道 李嫣的眼神一亮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莫子杨扫他一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收藏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第1453章 别扭的男人 李嫣回到办公室 顿时收获了不少的羡慕眼神 今天他和莫子杨一起出去吃午餐的事情 在整个办公室里都传开了 李嫣一进办公室 助理李甜甜就凑了过来 燕姐 行啊 这么早就下手了 李嫣有些懵地看着他 什么 莫总啊 今天有人看见你们一起出去吃午餐了 哦 那只是工作需要 你们想哪儿去了 李嫣苦笑一句 燕姐 你小心点哦 现在 已经成为了所有姐妹 羡慕极度的对象了 李甜甜好心地提醒他一句 李嫣一边敲着电脑 一边不以为然的 那他们羡慕错了人 我和莫总没什么 李嫣过了几分钟 便去洗手间 正好与迎面拐角的林宝如撞在一起 林宝如的目光 极具敌意地看向他 林宝如也是家境不错的富家女孩 她在公司里可一点也不把李嫣放在眼里 在洗手台旁 林宝如拿出限量牌口红在补着 李嫣从格子间出来之际 正打算离开 林宝如突然伸手拦住了他 李嫣 我不管你和莫少是什么关系 我把花放这 莫少我看上了 你最好别跟我抢 李嫣对他身上的香水味有些敏感 他皱眉一动 林主编 你想要追求莫少 我没有意见 但我不接受你的任何危险 林宝如眯着精致的眼妆 如果你敢和我抢人 我会用尽一切办法 把你的专栏取消掉 我会集合整个公司的力量 把你赶走 李嫣一把打开他的手 我可不怕你 林宝如看着沉着脸离开的李嫣 他希望他最好记住他的警告 莫泽阳已经是他盯上的猎物了 李嫣回到办公室 说的 他的坐机响了 他伸手接起 喂 哪位 是我 我晚上约到那家慈善机构的老板吃饭了 要不要一起 要要要 我要去 李嫣忙答道 行 快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有话要说 李嫣放下电话 就朝莫泽阳那间豪华办公室去了 只见这个男人 一脸慵懒地坐在老板椅上 散发着迷人气息 有什么吩咐吗 老板 李嫣对他的态度立即好了 莫泽阳微微扬眉 他知道 能让这个女人对他好 并不是他本身的魅力 而是他 替他约到了想见的人 他何必为了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 好像整个杂志社的人都朝着钱看齐 只有他把时间和精力 用在另一件事情上 去帮助那些山村的孩子 跑捐款这件事情 晚上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出席 你谈起事情来 会事半功倍哦 莫泽阳提议道 李嫣眨了眨眼 想了几秒就答应了 行 没问题 确定 莫泽阳挑眉 行啊 不就是假扮你的女朋友吗 有什么困难的 李嫣只想着 拿下那个慈善捐款人 谈到一笔捐款 莫泽阳的眼底 闪过笑意 行 那今天晚上 你换一下好看一些的裙子 以你现在这样的打扮 肯定是配不上我的 李嫣有一种被他看扁的感觉 看来 他今晚得好好打扮一番才行 我提前下班 你到我家来接我一下 莫泽阳点点头 看着他离开的身影 眼底闪起了玩味的笑意 李嫣提前半个小时之前下班了 他直接回家去了 李母是一个精致又时尚的人 整个家里都充满着一种优雅气息 除了他这个女儿 燕燕 我说过 以后不许再这么穿了 妈给你买的那些裙子 你怎么不好穿呢 妈 我今晚就穿 李嫣说完就上楼去了 他来到一排衣柜面前 这里面 有母亲给他准备的 不少品牌裙子 可他由于工作方便 每次都挑最简单的穿 李嫣伸手取下一件 白色蕾丝紧身裙 下摆是鱼尾的 非常考验身材 好在李嫣有一副好身材 完全配得上这条裙子 这时 李母上来了 看见她坐在化妆镜面前 她立即过来了 妈来给你化妆 今晚是不是有约会啊 嗯 今晚有一个特别的饭局 我得打扮得漂亮一点 李嫣顶点头 李母可是化妆能手 端详着女儿这张漂亮的脸蛋 十几分钟之后 一个甜美的妆容化完了 我的烟烟呀 真漂亮 李母自豪地说 李嫣从小就是美人胚子 只是 她自己是颜值为无物 没什么打扮的想法 这也是有言韧性 常常一把头发 扎个低丸子头就出门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 她拿起一看 忙朝母亲道 妈 我走了 有人来接你了 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李母一脸好奇地问 我同事 李嫣可不能让母亲知道 是墨泽阳 否则 她一定误会他们交往了 李嫣出来家门口 就看见墨泽阳 坐在她的跑车上等她 当她看见 从家门口提包 卖出来的女孩时 她那双迷人的桃花眼 猛地撑大了几分 李嫣坐到她的车上 就看见 身边的男人没开车 反而盯着她看 她立即伸手捂住了胸前 你看什么 谁让你穿成这样的 我让你差不多打扮一下就行 你打扮成这样 是勾引男人吗 墨泽阳突然觉得 她过分漂亮了 简直就是游物级别了 李嫣眨了眨眼 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得配上 你高贵的身份吗 走吧 墨泽阳咬着薄唇 只得开车出发 真是便宜今晚到场的男人了 李嫣浑身透着甜白气息 真的会令男人移不开眼睛 算了 不去吃了 墨泽阳突然改变主意 李嫣忙扭头看她 不行 我一定要见到质阳慈善的老板 如果你没时间 把她的电话给我 我去应付这顿饭局 墨泽阳见她非要去 也只能耐下性子道 那走吧 在一家餐厅门口 一个微胖的男人 带着两名手下等着他们 一看见墨泽阳 立刻开心迎过来 墨总啊 幸会幸会 李嫣心想着 果然 墨泽阳拿出总裁身份 谈事情就方便多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收藏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第1454章 你不是我的菜 出来迎接的 正是李嫣找了很久 都没谈到合作的 慈善机构总裁李东 这次墨泽阳以古迪继承人的身份 约他出来 对方还觉得是高攀了 而且他们一直也是很想和古迪合作 达成共同合作 只是古迪的门槛非常高 不是一般的公司能搭上项目合作的 墨总 就为是 李东自然一眼就注意到 墨泽阳身边那美丽的女孩 真是清新脱俗 浑身散发着干净气息 我女朋友 李嫣 墨泽阳非常自然地介绍着 李嫣立即起身打招呼 李总您好 我一直想找机会和您见面呢 李东的眼神一亮 有些受宠若惊 这么漂亮的女孩 一直想见她 墨泽阳将李东这色样看在眼里 长臂正好把站着的李嫣给揽了一下 拉她坐下 李总 我在电话里谈的合作是需要条件交换的 哎 您说您说 只要下次您们的时尚节啊 能跟我们投放一下广告 我就感激不已了 你要求的广告价值五千万 这样吧 我女朋友正在拉捐助 你在她的名下捐助四千万 这个条件就成交 墨泽阳说道 李东的脸色顿时有些错愕 这么算的话 他还是亏了一点 他想了想到 我们只是小公司 没那么多的资金 而且 现在慈善这一块也不好做啊 两千万 不能再多了 这两千万也是李嫣开心的价格 可墨泽阳的含谋一沉 四千万 一分也不能少 你不想合作 有的是任公司愿意买我的广告位 不不不不 墨总 这个好谈 我们可以再详谈一下 李东直接急了 李嫣有些惊讶地看向墨泽阳 没想到他努力再给他争取 这一点 真是令他重新对他认识了 终于 在墨泽阳一番讨价还价之下 一个广告投放 就弹成了一笔 三千八百万的捐款 这对李嫣来说 真的太开心了 他又替那些山里的孩子 拉到了笔不少的捐款 餐桌上 刚喝了几杯酒的李东 目光不由好几次 盯在李嫣的身上 还一直夸李嫣 李小姐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真是少见了 谢谢 李小姐 我敬你一杯 我敬李总 接下来捐款方面 就麻烦您了 李嫣一直对他比较客气 这看在旁边墨泽阳的眼里 莫名不是滋味 明明拉捐款的大功臣是他 也不见这个女人 对他有多热情 李总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走了 哎 莫总 这么着急吗 再吃点吧 李东可还想和李嫣 好好交流一下 莫泽阳伸手牵起李嫣的手 就起身了 我和女朋友还要约会 不迟了 李嫣倒是吃得挺欢的 就这么被莫泽阳给拉走了 刚出门 李嫣才发现他还牵着她 他不由睁开了她的手 莫泽阳 演戏结束了 莫泽阳看着这么无情的女人 真是有些后悔帮她了 怎么 牵下手会少你块肉吗 你别忘了 这笔捐款是我拉的 李嫣笑得灿烂又甜美 夸道 对啊 莫总太棒了 所以 这笔捐款到时候的功臣 就是莫总你了 而且 莫总是不是忘了 这也是公司的业务之一 您身为老板 这是该做的事情 莫泽阳不由一言了一下 这个女人感情就是利用完了她 就扔了的意思呗 接下来你要去哪儿 回家呀 明天就是参加婚礼了 我要回家敷个面膜 再睡个美容觉 再见 李嫣挥挥手 正打算溜人 突然 男人一只手拉住了她的后衣 顿时扯住了她的胸衣袋子 男人正了一下 却没有松手 继续这么隔着衣服拉着 李嫣 谢谢也不说一句就想走吗 我刚才没吃饱 再请我吃顿饭 莫泽阳 你松手 李嫣脸红脖子粗了 这个男人能不能别这么粗鲁 而且 他拉哪里 莫泽阳伸手一放 就听见啪哒一声 极有弹力的带子弹了回去 李嫣扭头就是一个瞪眼 你下次能不能注意点 莫泽阳的目光 倒是大刺刺地 看着她的某个地方 贴了假的吧 墓室没这么大 大不大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是真是假 也和你没有关系 那是我以后老公的东西 你最好别乱看 李嫣反驳一句 倒是不脸红聊这个话题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成为你老公 我就可以看了 莫泽阳勾成一笑 心想着 这倒是一件不错的挑战 李嫣立即摇头 非常坚定地摆摆手 你不是我的菜 莫泽阳的脸当场就黑下去了 他竟然也有被女人嫌弃的一天 走吧 我知道有一家新开的料理 很好吃 李嫣还是感谢他 准备请他吃顿饭 两个人到达一家料理店 刚进去 莫泽阳就被服务员认出来了 天哪 莫泽阳啊 他竟然出现在我们的店里 是啊 我们一会儿去问他要个铅名吧 两个服务员激动地在一旁按跺脚 李嫣坐下来之后 就看见服务员一边送来菜单 一边激动地拿着笔朝莫泽阳道 莫泽阳 能不能替我们签个名字啊 我们是你的粉丝啊 莫泽阳非常大方地替他们签了两个名字 在门外的走廊里 还能听见服务员在那惊叹的声音 天哪 好帅啊 莫泽阳优雅地直杯喝着茶 目光看向对面的女人 说说 我哪儿不是你理想型的了 李嫣也喝着茶 享受地打量着她 你太瘦了 我喜欢肌肉发达的 你肌肉不够发达 莫泽阳直接喷茶了 这个女人明明自己瘦成肝 还喜欢肌肉男 李嫣看着喷茶的男人 他眨了眨眼 我的要求有这么好笑吗 莫泽阳身形俊拔 属于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男人 他为了练这种完美的身材 在健身房不知花了多少时间 现在 竟然被李嫣当场嫌弃了 需要我脱衣服给你看看肌肉吗 莫泽阳表示不服 他的身材一定不差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 精彩继续 第1455集 莫泽阳不高兴 别别 我不想看 李嫣赶紧拒绝 大庭广众之下 他变态吗 不看 那是你的损失 莫泽阳勾唇一笑 李嫣不以为然 但今天能谈成那笔捐款 他还是很开心的 拿起酒杯 朝对面的男人道 莫泽阳 谢谢你 莫泽阳见他还有些良心 他心情也不错 以后在工作方面 看在我们两家的关系的份上 我多少会照顾你的 你可以放心 李嫣发现 这个男人不傲娇的时候 也是挺可爱的 他眨了眨眼 上次撞了你的车 修好了吗 嗯 走吧 显了 如果你心里还有些愧疚的话 可以再多请我吃几顿饭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莫泽阳端着酒杯 慵懒迷人的样子 真是令女人一不开眼 莫总 那你也要努力工作 这样你才能给我涨工资 我才能有钱请你吃饭呢 等你哪天给我涨工资了 我就请你吃饭 李嫣挑眉 可不是好惹的 莫泽阳 兴谋微称 这个女人的思维方式还真是服 竟然让她先努力工作 给她涨工资请吃饭 吃完饭出来 莫泽阳送她回家 一路上 李嫣竟然困倒在她的车上呼呼大睡 就算听着音乐 她也睡得很沉 莫泽阳扭头错愕 这个女人昨晚是去抢银行了 竟然在这个时候睡着了 李嫣也没有抢银行 就是昨晚上她写了好几份报告 熬夜到了晚上两点左右才睡 所以 这会儿睡意实在太大了 就算是莫泽阳在身边 她也毫不客气地睡着了 等着前方的红绿灯 一看 竟然需要一分钟 莫泽阳不由扭头看向身边睡着的女孩 窗外的路灯 照在她的脸蛋上 这分明就是一张 招人喜欢的 饱满圆润的巴掌小脸 几缕碎发在她脸颊上轻搭着 就像一幅安静的画卷 长得还行 莫泽阳轻轻地难了一句 之前怎么没有发现你长得其实挺可爱的 她又默默地咬唇说了一句 如果不要那么野性 轻化一些 她也许会更喜欢 如果她的心声被黎燕听见了 黎燕肯定要反驳的 她为什么要长得那么让她喜欢 她又不会嫁给她 就在这时 后面有人催她了 莫泽阳一抬头才发现 不知何时 绿灯了 而她竟然看她 看到着迷了 他按叫一句 该死便一脚油门冲向了前面 性能上架的跑车 直接甩后面那辆车百米之远 转眼 她的车尾灯都看不见了 后车的人 慢慢连连了几句 好车了不起啊 一看就是个小年轻开车 黎燕一路睡到家门口 莫泽阳心想着 要怎么送她回家 是把她叫起来 还是我带劳抱她回去 不过在黎家长辈面前 她还是不敢造词的 万一误会 她对他们女儿 有不轨之心 可就不好玩了 李燕 到了 莫泽阳轻叫一句 发现这样 根本唤不醒 这个美梦中的女孩 莫泽阳正好找这个机会 对她的脸蛋上手了 她先是轻轻地触碰了一下 暖暖的 嫩嫩的 于是她又捏了一下 QQ弹弹的 手感也不错 就不知道 心起来是什么味道 李燕 醒醒 莫泽阳直接就捏她的脸了 疼 李燕就这么被她挤下用力 给捏醒了 等她睁开眼睛 就看见男人的手 还在她的脸上捏着 她立刻拍开她的手 捏够了没有 谁让你睡得像蜘蛛一样 我叫你好几句你都听不见 莫泽阳轻哼 李燕感觉一侧的脸颊都疼了 这个男人到底捏了几下 谢了 李燕一看家门口到了 她提包就想下车 明天就是婚礼的日子 我期待你穿得漂亮一点 莫泽阳再可恶地说了一句 是啊 我当然要穿得漂亮一点 明天可是来了全城的贵族公子哥呢 我还想着在婚礼上挑选我的如意郎君 李燕微笑转身道 莫总 你也穿得帅气一点 说不定你也能遇到你的另一半呢 莫泽阳的脸色并不太好看 这个女人明天是打着这种心思的 去找她的另一半 有目标了 莫泽阳挑眉问 李燕一脸故作深沉道 保密 难道是你上次那个学长会去 莫泽阳可是记得 他上次在宴会上 对另一个男人花痴一般的笑过 李燕想到曾经爱慕过的学长 他眼底温柔顿勇 不知道 希望明天能遇上他 莫泽阳突然冷笑一声 二话不说 脚下油门一踩 跑车直接走人 李燕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只配看他的车尾灯了 他有些奇怪的眨了眨眼 这人是怎么回事 谁惹了他不成 还是让他送我回家 委屈他了 也是 他是大老板 架子大着呢 李燕回到家里 就回房间去敷面膜了 然后又一边和许新月 开着视频聊天 闺蜜之间的八卦 就是这么无时无刻在线 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 腻在一起聊天 什么 我的学长真的在名单上 李燕惊喜地叫了起来 他刚才让许新月 查一查宾客名单 没想到他的学长和顾家 竟然还有朋友关系 他代替他的父亲前来喝喜酒 那你明天可以好好表现了 许新月在那端说道 那肯定啊 我得给他留下最深刻美好的印象 好像他还没有结婚 我是不是有机会呢 李燕一脸期待着 毕竟是大学时候的男神啊 那个时候喜欢上一个人多纯粹啊 即便到现在 他依旧停留大学时光的暗恋心情盛 其实 我觉得墨泽阳也不赖的 喜新月暗示他一句 李燕一听 一扯面膜 墨泽阳帅是帅 可他这个人太高傲了 和他相处起来累 再说 我又不喜欢他这款的 好吧 那明天见吧 回去睡觉了 什么 再十一点你就睡了 李燕还想着 再聊半个小时 也没意见的 没办法呀 有男神的人了 不能陪你熬了 许新月 你竟然敢在我面前秀男啊 好 我明天就找一个回来 李燕丧骂一句 可内心里 也是着实羡慕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请订阅收藏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哦 第1456集 墨泽阳的要求 故事家族和陪事家族的婚礼 大概是今年最惹人注目的一件事情了 媒体们早就等不及要到现场去见见世面了 光是酒店 就承包了三家七星级酒店 安顿所有宾客 据说婚礼的举办地点 一家私人庄园 外面的媒体们纷纷在惊叹于这件事情 名人俱万 名门权贵 纷纷到场祝贺 见证这场婚礼 七点左右 准新娘许新月到了化妆间 她昨晚睡了一个饱饱的美容觉 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 美丽又大方 而作为伴娘的离烟 也随后赶到 两姐妹一边谈笑风生 一边准备化妆工作 没一会儿 顾承潇这个准新郎走进来 帅气的婚礼礼服西装 令她更显年轻 墨发精神有形 五官深刻立体 只是她的眼神 今天格外的温润迷人 幸福的笑容一直挂在嘴角 许新月的新娘妆已经化好了 接着便是盘发 她一头柔顺的长发 编起了慵懒大方的公主发 她今天有一顶定制的公主皇冠 价值近千万 上面的每一颗钻石 都是精挑细选之作 她今天的珠宝已经过亦 加上她的六套礼服和婚纱 她更是价值不菲 今天她会是最美的新娘 她耀眼而华贵 成为全程瞩目的新娘 黎安一身淡淡淹紫色晚礼服 长发自然流泻 喷上了闪闪八光的荧光 在发丝之间 以她礼服上的碎钻 相互辉映 紫色这种难以驾驭的颜色 在她的身上 散发着神秘气息 格外迷人 刚刚化好了妆的黎安 出来外面接电话 突然和迎面而来的什么人撞了一下 她没有看清来人 只快速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她才刚要走 说的 一只手臂扣住了她 把她给拉住了 人都没看清楚就走了 黎安一抬头才发现是莫泽阳 她不由笑了一下 老板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什么人的电话这么着急接啊 莫泽阳俊言微沉道 我爸的呀 黎安直接说了一句 莫泽阳脸色又好看起来了 让她去接电话 而她也倚在旁边的墙上 盯着她站在阳台上接电话的样子 一阵风吹起 她丝滑的长发飞扬 阳光下 她的发丝里有一种闪光的东西 趁着她景象肌肤宛如若雪 细腻诱人 莫泽阳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这个女人今天打扮得还可以 至少全在她的审美之上 接完了电话的黎安回头 看见她还在那里 她微笑走过来 你这个伴郎还不去化妆 就去了 你陪我一起去 莫泽阳朝她道 我挺忙的 我要去大厅找人 黎安指了指大厅的方向 找谁 你那个学长 莫泽阳密模问 莫泽阳的眼底闪过笑意 是啊 她今天会来 莫泽阳突然一把扣住她的手臂 陪我去化妆 喂 莫总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 我今天可不是你的手下 莫泽阳就这么被这个男人给拉走了 到了化妆间里 莫泽只得陪着她了 只见这个男人往那里一坐 镜子里折射出来一张轮廓分明的脸 一旁几个年轻助理顿时红了脸 偷偷地打亮着她 化妆师觉得 今天能和新郎颜值持平的人 大概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了 莫泽阳呢 国际影星 据说她已经弃眼从伤了 回家接手事业了 莫泽阳突然想到什么 朝化妆师的 给我的头发上 也撒一点她那种荧光 化妆师一正 随着笑道 好的 莫先生 李燕有些不解的 你为什么要和我撒一样的荧光粉呢 凑成一对不好吗 莫泽阳挑眉问 顿时一旁的助理们偷笑 难道伴娘和伴郎也是一对的吗 都是神眼啊 谁跟你是一对啊 李燕不由哭笑不得地说 莫泽阳的脸一黑 连化妆都是黑着脸的 一旁的化妆师 忙给他整理头发的时候 喷上了那种荧光粉 莫泽阳伸手抓了抓 浓密的墨发 嘴角勾了勾 还是挺好看的 莫泽阳换上了一套白西装 因为他要区别新郎的穿着 白色的西装 令他宛如白马王子本人 一旁的李燕也看待了几秒 能把白色西装驾驭得住的男人 莫泽阳算一个 不但帅气 还 还很骚气 李燕也不由地看得脸微微泛红 这个男人 今天是要迷死多少女人 莫泽阳刚换好了西装 他一边扣着扣子 一边朝李燕走来 嘴角还勾着一丝邪魅的笑意 这一幕 试问哪个女人能扛得住 李燕的脸更红了 一旁的女助理们都捂住了嘴 天哪 莫泽阳这是要亲上那位伴娘小姐了吗 莫泽阳的长臂一身 就撑到了李燕后面的墙面 怎么样 我这个伴郎没跟你这个伴娘丢脸吧 嗯 还行 至少没拉低我们的颜值 李燕轻壳一句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推开了 一个性感打扮的女人 惊喜地走进来 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直接扑进了莫泽阳的怀里 搂着她的脖子叫了一句 小阳 李燕微微撑着美眸 看着这个女人紧紧搂着莫泽阳的脖子 又看着莫泽阳开心地揽着她的腰 在场的人都看向了伴娘 怎么他们猜错了吗 莫泽阳的女朋友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就在这时 这个女人松开了莫泽阳 转身看见了李燕 呃 这位小姐是 我是伴娘 李燕礼貌说道 真漂亮啊 说完 这个女人牵起莫泽阳 一会儿过来接我 好的 莫泽阳点点头送她离开 莫泽阳转身也想离开了 莫泽阳直接叫住她 哎 不陪着我 你去哪儿啊 谁要陪着你啊 你不是多的是女人陪着你吗 莫泽阳挑眉回了一句 哦 吃醋了 莫泽阳还着手臂笑问 谁吃醋了 莫泽阳表情有些不自然 哼 好了 那是我小姨 我妈的妹妹 莫泽阳笑着宣布答案 李燕的脚步一顿 惊恶回头 你小姨这么年轻 嗯 是啊 莫泽阳点点头 李燕莫名地觉得 心里没那么堵了似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